疫情升级三级警戒 一文产业严重受创 文化部公布一文纾困4.0补助方案 自然人部分去年获得纾困1.0及2.0补助者 不必再次申请 每人可获得每月1万 共3万元的生活补助 另外新申请者可于6月7号起线上申请 已经有拿到3万块钱生活补贴的自然人 你还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考虑申请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自营工作者 你拿到的是属于自然人的生活补贴 一个人3万块钱 可是因为你这个生活补贴之外 你已经投入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 包括制作费用或者是其他的相关费用 你只要提出证明 你仍然可以提出申请 文化部表示自然人部分将会扣除 重复领取其他部会补助 以及在企业机关投保或领友公保退休金者 另外事业部分补助项目分成三种 可依不同状况于8月底前则一申请 那为什么那个事业会申请到8月底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报表 比如说我们是要求到5到7月的这个 他的这个字节营收 或者是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营业资料 但这些资料呢 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结算的出来 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有办法去结算到7月份的资料出来 所以呢我们把试验那个部分呢 延长到8月底8月31号之前 来可以提出申请 那个这个部分是因为说 我们顾虑到他们可以 把他们的那个这样的一个营收资料 能够准备的完整 并不是说我们预期疫情的那个状况 文化部表示 一文纾困4.0预算 主要针对防疫纾困与利息补贴 以三个月为期 未来将是疫情状况调整因应方案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了